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现在的位置是京港澳高速咸宁服务区 现在的时间是下午的五点钟 我给大家分享三件事 一件就是这两天的路程 这两天,我路程较前几天略有赶路 这是因为从许长以后 这一段路,望南这一段路 风景相对较少 所以路程需要赶一赶 昨天中午,我在拍完了霸凌桥以后 我就开始向南走 向南走啊 到了信阳的时候 信阳这个地区正在下雨 虽然雨不是太大 但是走起来也不是太方便 于是我就住到了信阳的一家快捷酒店 助理条件应该说和许长都差不多 休息了一晚上 今天早上应该计划 我应该去拍鸡公山 大家知道鸡公山 这是国家重点的名胜风景区 也是国家四大避暑圣地之一 这里不仅自然风景美 而且在鸡公山上 还有许许多多的一些别样的别墅 也被称为万国别墅波兰会 本来计划很好 但是到鸡公山以后 发现鸡公山 整个山脉被大雾所笼罩 这是因为下了雨以后 有一些水蒸气 这个雾非常大 到那里以后 看了看 就不能再上山了 上山也打不到自己的 那个预期和想法 于是我就沿着107国道 继续南下 在走过了武汉以后 那么我就上了高速 上高速 沿着高速啊 经港澳高速 现在就来到了咸宁服务区 那么今天晚上呢 就录住在咸宁服务区 大家看看咸宁服务区 这里的周边环境 现在大家看到的 这里啊 就是经港澳高速 咸宁服务区 咸宁服务区啊 这个战地面积啊 非常的大 现在 整个场地上 没有车 可能是 现在时间还早 因为大车啊 都是十点以后 才陆续进场 所以现在看 这里的空间 都在闲置着 因为现在时间啊 可能还不到 看一下 这就是 这就是整个的服务区 这里仅有一辆大车 停在这里 好 我们再分享 另外的事情 现在 咸宁这个地区 正在下雨 看 我现在 打上了小伞 我想与大家分享的第二件事情 就是这几天 在我视频的留言下方 还是给我的私信当中 有许多的朋友 都要求和我一同 沿着国境县去旅行 我想说的这个事情啊 因为沿着国境县去旅行啊 说起来这是件好事情 为什么好事情呢 因为我们都生长在城市当中 看惯了城市中的高楼大厦 再就是所看到的 没有淳朴的民风民俗 所以走在沿国境县去旅行的道路上 你所看到的 都是你过去没有看到的一些风景 而且你还可以看到 最原始的民俗民风 所以啊 这是一件好事情 然而呢 它对人的身体的强度要求啊 非常高 因为在这个条路上 海拔高度非常高 有一段路程 海拔高度 达到五千四百公尺 却持续很长的一段距离 一般的人啊 是承受不了的 这就是呢 还有一段路程 这个道路啊 非常的烂 非常的烂 所以啊 走在这条路上 确实是有一些挑战性 过去没有走过的 我不建议走 因为在这条路上 你走过了 你才知道 它的挑战性 所谓挑战性 就是具有一定的艰难性 所以我建议啊 想随我一同走的朋友 我非常欢迎 但是条件 必须要 这个条件需要 就是自己的身体条件 再就是你的工具 等等 这些条件 我在这里 有我过去走过的 一个小视频 放给大家看一看 各位朋友 大家好 看看 这就是西藏界内的 界山打板 海拔高度 五千三百四十七秒 这是我的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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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 219国道上的 松西达满 松西达满 海拔 五千二百四十八米 看看 周边的环境 刚才大家 看到了我这个 小视频 这就是在 219国道上 也就是沿着 边境线 走的时候 所拍摄的 这里的海拔高度 都在 五千二三 五千四 这个高度 所以啊 对人的 这种挑战要求 非常高 但想走呢 也不是不可以 那么以后啊 可以 进进西藏 在西藏里 多逗留逗留 适应适应 那么再去 可能更好一些 因为在这条路上 很长的一段距离 这里啊 没有乡村 没有城镇 没有县城 所以有点问题啊 处理起来难度比较大 希望大家 给予理解 我想分享的 第三个问题啊 也就是 有许多朋友 在问我 问哪个事情呢 就是我拍这些视频 收入有多少 我坦率地给大家说 我拍的这些视频 流量不高 可以说 流量非常少 非常少 为什么 你在网上搜一搜 这类的视频 非常少 为什么非常少 因为啊 人们现在 想看到的 都是你自驾旅行当中的一些 比较新奇的一些事情 这些风景啊 你无论是在电视上 电影上 或者你在网上 在手机上 随时都有 都可以看得到 所以啊 你现在拍这些 拍这些风景 它没什么流量 可能有的朋友会问啊 没流量 你怎么还拍你 我现在可以坦率地告诉大家 我不是在做自媒体的那种工作 我是退休以后 为了我自己的身体健康 在旅行 在旅行的途中 我的本意 是走进这些 祖国的大好河山 走进 这些美景 在我留给自己的 这些记忆当中 我把它 分享给大家 这是我的本意 那么现在 又来了 那么现在 你 需要 需要不需要 拍些 有流量的东西呢 我在这里啊 郑重地 给大家说 我不 不去拍 也不准备拍 那些 蹭流量的事情 因为大家都知道 在抖音上也好 在西瓜上也好 有很多的 旅游的自媒体人 他们是工作 他们 每天 要考虑的是 如何如何 能把这个流量 做出来 因为做出流量来 他才有钱 做不出流量来 他就没钱 而且这一些人 一向大家经常 可以看得到 所以在路上 捡个小姐姐 到无人区 其实那是无人区嘛 就是开下马路去 在那里照一照 把车搞一搞 车 坏到无人区 车 陷到无人区里 陷到无人区 这夜间 来了野生动物 没有野生动物 也就来了人 给你干扰一下 所以这些猎奇的东西 它容易产生流量 所以这些 这些内容 这应该说 不是我这个年龄人 所做的 那么往后怎么做 往后 我始终不改 因为我还想着 把祖国的大好河山 名山大川 以及祖国的美景 把它记录下来 把它分享给大家 因为我这个条件 和别人不一样 因为我七十多岁了 走到哪个地方 哪个地方都给我免票 你像他们做自媒体 他们能进景区吗 他们一般不进 为什么不进 进个景区 少则一百多块钱 多则二三百 三四百 甚至四五百的都有 他们进去做个视频 再加上他的成本 那么他还能吃饭吗 他就不能吃饭了 所以景区 名山大川 不是他们需要分享的 他们需要分享的 都是人民列祈的那些内容 所以在这里 我给大家郑重地说一下 我不是做自媒体的人 我不改初衷 继续沿着我这条 自己旅行的路子走下去 各位朋友 大家好 刚才我就 我的行程 和大家关心的一些问题 给大家做了一些解答 也算做分享的 好 今天 我就录注在 闲警服务区 今天 就与大家 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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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